南加长堤海滩因为发现有黑色浇油球 当局在周三的下午关闭海滩 以避免对于公众的健康造成威胁 在经过清理之后 长堤海滩在今天早上重新开放 长堤海滩有长达4英里的距离 发现黑色浇油球 为了安全起见 决定在周三下午4点暂时关闭海滩 直到今天早上8点才重新开放 不过长堤市消防局提醒民众 如果这段时间来到海滩游玩 最好还是谨慎一些 当局清理过海滩之后 已经将搜集到的黑色浇油球 送交相关单位检测 以确定是否与日前 在圣塔巴巴拉发生的漏油事件有关 或者另有其他因素而导致 当局也呼吁民众 若在海滩看到了任何油污 或者相关的不寻常现象 请拨打800-424-8802专线报告